第一关于资本市场 从之前维护资本市场 平稳运行 变成了活跃资本市场 和提振投资者信心 现在A股就是IPO圈钱 和大股东花样减持的融资市场 去年和今年 A股的融资全球最高 股市的走势却是雄贯全球 政府要提振投资者信心 也必须得从这两点入手 既然这么说了 可以判断 现在就应该是政策的底 接下去应该会有更多的 利好股市的政策出来 当然政策底不一定就是股市的底部 不过也应该不远 我判断短期的股市底部 应该就是在去年股市底部附近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 第二房地产 这次公告里面 直接把房住不早的提法给去掉了 这可是这些年的第一次 意义重大 我理解更多的还是利好一线 大城市的房地产 一方面国家明确下文 要推进大城市的城中村的改造 另一方面按照这次的说法 很可能接下去 大城市的限购也会被逐步的取消 现在还看不到房地产的大涨的理由 但是至少政策和金融的风险给拖底了 第三 大家担心的地方债的问题 从严控隐形负债 变成了现在的有效防范 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 相当于未来 会适当的允许地方政府发新债 尤其是端向债来增加杠杆了 包括这次说的要刺激内需 然后要提高消费等等 表明政府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个基调不变 我以前视频里面说过 为了防止走向资产负代表衰退 就得要积极的财政放水财款用 看来政府现在真的是想这么做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具体的实施和落地方案 最后汇率这边明确提到了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 同时结合政府说的 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说明两点 一是财政大放水 但是货币这边为了维持汇率 可能不会太宽松 利率这些下调的空间是有限的 二是如果接下去人民币再次大跌 政府一定会做干预的 加上美国这边加息 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人民币就涨了一波 同时起稳了 赌人民币大跌 是完全没有必要 也是不明智的